一星期一本书 好东西不必留到最后 我妈每次回老家都要拓草老太太的冰箱 那个散发奇怪味道的老式冰柜里 可以找到老太太潜心私藏的成年宝贝 上月集会买的已经不再新鲜的水果 几个月前买的晃动起来有声音的鸡蛋 更觉得是还能找到大前年 亲戚给她送的腊鱼腊肉 平时老太太得了什么好吃的 不舍得吃都留在冰箱里面 总想等到儿女孙女回来之后 拿给孩子们分享 只等到食物坏掉了 才可拿出来剔除坏的部分吃掉 更多的时候是被我妈妈发现 在姥姥的无比心痛之下 情理认掉 妈妈说 姥姥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以前别人送来的苹果 她总是攒到快坏掉的时候才拿出来吃 记忆中吃的永远都是坏苹果 年节里没有吃完的糖果 总是被姥姥当好东西攒着 特别的日子里拿出来吃 但最后不是被虫吃掉 就是到了夏天融成了一摊 有一次气得妈妈哇哇地大哭 炒着要吃好吃的果子 但是姥姥告诉她 先把坏的吃掉 把好的留到最后 后来妈妈总是这样说她 老太太一辈子都没有吃过好东西 吃的一直都是快过期的食物 吃东西对她来说 从来不是享受 吃一些坏东西 没有享受到好滋味 身体还跟着受苦 为什么不趁着食物味道正好的时候吃掉呢 食物就是要趁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吃掉 才不辜负它一路生长开花结果 到被制作出来的过程 那些被留到最后的美食 如果没有及时享用 要么就是快过期 不美味的食物 要么成为无用的浪费 好东西不必留到最后 趁它最好的时候享用 才是它本身最大的价值 漂亮的东西 不必等到特别的日子 有一次呢 跟妹妹整理清雾 她翻起一条白色的棉布裙 摸了又摸 我看到说 这不是你小时候最宝贝的裙子吗 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哦 妹妹回答说 那可不 统共没穿几次 这是姑姑当年 从国外的专卖店 给妹妹买的礼物 妹妹当时喜欢极了 她妈妈觉得特别珍贵 就放进柜子最深处 只有最特别的日子 才拿出来给妹妹 这么漂亮的裙子 妹妹只在屈指可数的 重要时刻穿过她 后来 妹妹小学毕业 哀求妈妈穿那条裙子 获得许可之后 妹妹兴高采烈地 把裙子找出来之后才发现 尽管她用尽全力地 把自己塞进去 却再也穿不上了 妹妹又遗憾又生气 漂亮的东西 为什么非要留到特别的日子里 穿上她的每天 难道不是特别的日子吗 就像穿不上的裙子一样 人们总是在等待一个特别的日子 但却在等待的时候 凑土了时光 曾经最想吃的美食 等到终于可以吃的时候 却没有了当时的牙扣 橱窗里不舍得买的漂亮连衣裙 等你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却已经下家了 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去的旅行 等过了几年 却早已没有了当时的心情 德卡先生的信箱里 有这样一段话 漂亮的衣服 等等再穿 好玩的地方 准备好了再去 总把希望寄托在以后 日子能一天一天的过去 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原来是我疏忽了 哪有那么多未来啊 有的只是现在 每一个用心生活的今天 本就是生命中 最特别的日子 想爱的人 不必等到最后 曾经听过一个哥们儿故事 大学时期 祥武喜欢上班上了一个女生 但她太怂了 不敢表白 女孩实在是太优秀了 不仅学习成绩好 人还特别漂亮 说话气声气气的 一看就是良好家境里的女孩子 祥武每次见到这个女生 都紧张得受不了话 为了离女生近一点 原本学渣的祥武 开始了疯狂学习模式 女孩喜欢的艺术选修课 对艺术一腔不通的祥武 也报名了 等到期末的时候 学渣级别的祥武 居然跃升到了 年纪前十名 名字就排在女孩的后面 后来 他们便熟识了 祥武记得 女孩曾经说过 喜欢她的人很多 让她喜欢的 却很少 第二说这的时候 女孩看向了祥武 但是祥武却本能地躲开了 祥武就觉得 自己或许 应该更优秀才对 转眼 两个人都毕业了 祥武还是没有告别 他拿到了不错的offer 去了一家很大很大的公司 等他奋斗几年 终于在他的城市 存够了首付之后 他才敢拨通女孩的电话 女孩还是那么爽了 他半开玩笑地说 那时候你怎么不告白呢 嗨 以前我也挺喜欢你的呀 但是下个月 就是我的婚礼了 我希望 你来参加哦 重庆森林 有一句台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个东西上面 都有一个日子 秋冬雨会过期 肉酱也会过期 连保鲜纸 也会过期 我开始怀疑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 不会过期的 没有什么是不会过期的 连年少的爱情也是 我们总是以为 爱情需要一个好时机 等我变得更完美了就好了 等我变得 事业稳定了就好了 殊不知 无数个不可预知的将来 抵不上一个 用心付出的现在 而就在我们 犹豫迟出的时刻 命运这张无形的网 已经轰隆隆地 将双方推向 不同的命运线 从此各奔天涯 越来越远 那些你以为的 来得及 中间会成为 命运大中上的 一记闷声 并在多年之后 仍旧不断发出 一难平的回响 所以想爱的人 即使去爱 不要把最爱的人 留到最后 如果凡事都等 准备好了 怕已经 难有当时的心情 和感受了 有人问 怎样的人生 才能少一点遗憾呢 想到蔡兰 说的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有 自己把日子 过好的能力 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有时候 我们会问 人生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 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多玩玩 不羡慕别人 不听管束 多储蓄人生经验 死而无憾 这就是人生 最大的意义 一点也不复杂 千万别把 所有好东西 都留到最后 因为真正的珍惜 就是拥有的时候 用心感受 她的所有 买了一件 好看的大衣 最好的珍惜 不是把它挂在 柜子里面 而是穿在身上 遇到好看的美景 就要珍惜 当下的时刻 全心去观赏 去感受 遇到喜欢的人 也不必等到 一切准备好 即使告白 才拥有美好恋情 记得看过一句 特别有道理的话 幸福就像是冰淇淋 拿在手里 就那么一会儿 趁它融化前 赶紧吃掉吧 生而为人 存活于世 幸福短暂 美好一世 我们要做的就是 幸福来临的时候 牢牢抓住 而不是等它溜掉的时候 凭空叹息 所以 想要的东西 立马去买 想做的事情 立马去做 想见的人 立马去捡 人生就是要 趁心而去 进行而归 才不复 日日好时光啊 你说呢 好了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恩然 祝您 平安喜乐呀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分享到 朋友圈里面 也欢迎在右下方 点个赞看哦 接下来 二 人 五 三 三 五 七 浩 三 峰 诏 十 十 九 感谢观看